不曾改变 对完美的坚决 将近够给个世界 等我去发现 所有昨天 让他走遍 只想无畏的向前 将所有能为你做的一切 当作信念 微笑善良着未来 在那片幸福海边 冲破风浪去把世界走遍 看微笑善良 温暖你的未来 微笑善良着未来 再完美的新世界 最没情愿是和你在一起 把所有梦实现 看微笑善良 温暖你的未来 要成真 日俊 再寻找看看 兽村 努力 鼻嘴 队 那么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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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敬 你们来干什么 听说秀怡病了 我们来看她 我妈并不需要你们来看她 秀怡是你妈 对 她是我失散多年的母亲 现在好了吧 都知道了 可以走了 紫禁 若林是一片好心 你不该这样 好心 好心就是要置于我死地了是吧 还有你 别在我面前装好人 紫禁 我们来没有别的意思 你们走吧 韩紫禁 别太过分了 男人做事 讲的是光明磊落 爱就是爱恨就是恨 做了就是做了 你别在我面前装傻 血口喷人啊 谁做了些什么 难道谁自己心里不知道吗 有种你再说一遍 我告诉你 就凭你 这一辈子别想超过我 那我也告诉你 我跟你斗到底 若林 我们走 紫禁 我可以走 可是我要告诉你 我不会放弃你 除非有一天我不再爱你了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后悔了吧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当然 你的公司 存款 地位 都是天望让你获得的 到了今天 天望自然都要收走 为什么 我为天望做了这么多件事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这个事情 还用得着问我吗 你不听命令留下韩子敬 从而导致了名单泄露 兴朝里面的成员被铲除 天望对于背叛者从来不客气 郑伟爷 存款冻结 列入有机构的黑名单 房产拿回 这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该怎么样 让你心里清楚 先生 求你原谅我吧 我求你不要伤害我的亲人 郑伟爷 也有求饶的时候 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你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 这样我念及你跟我多年 我放你走 不过 你留在这个城市一天 天望就不会放过你 我送你上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吧 你也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那 子敬刚刚说的话 你不要放在心上 是我该劝你不要放在心上才对 其实你开心 我怎么样都可以 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不管子敬怎么对我 我都不会放弃的 我先走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我们是不可能的 你不是已经跟星朝为敌了吧 是 我跟星朝为敌 只是不想让韩子晋 毁掉自己亲手创立的威博 你想多了 你 咱们就 谈笔交易吧 你彻底击败韩子晋与星朝 事成之后 我安排 若林和你去丹麦 你怎么知道我会答应 因为我知道这笔交易对你来说 有足够的吸引力 你和若林去了丹麦 若林再也接触不到韩子晋的任何消息 那时候你的关心才能打动若林的心 我的侄女我清楚了 我对就知道 我选择的 我选择你 不太想拌了 你对我来说 我选择你 你不是 你对我来说 你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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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能 我没错 这一首歌 就是这个歌 《我是不让我看你》 《我一直在你》 我一直去寝相 然后我以后 这首歌 老公 这首歌 就为什么 天天 人家 以后 我来 你真是 什么 我都以为 爷爷 你别光哭啊 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爸不见了 不可能啊 你爸一个大活人 哪有说不见就不见了的 他是不是去哪了 我下班的时候 他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说最近出了很多事情 说不让我找他 后来我偷偷跑回家 发现家里面被添了封条 然后我再拿爸爸手机 他就关进了 你说我爸爸会不会想不开 不行 妍妍 你别着急啊 我觉得事情不会是 你想得这么严重的 说不定 说不定你爸被抓了呢 你哪被抓了呢 你说什么呢 你爸 你别哭了 我错了 我说错了行不行 我求你别哭了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别哭了行不行 要是我爸 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我也不想我了 勉妍 你别这样 要不咱们现在想想 有什么办法能找到他 你陪我一起去找啊 你不是人带狗吗 你怎么帮我去找我爸啊 耦 прод Caribяз 你快去找我爸啊 找找找找找 我陪你找 但是你别哭了行不行 我求你别哭了好不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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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光之声的项目怎么样了 一切进展顺利 盐盐 这封信是要向你道歉 这么多年 爸爸一直都不是个好爸爸 伤害浮沉 为名为例 爸爸的本性早已迷失 爸爸知道是因为我 让你身边的朋友 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和困难 爸爸无言面对你 如今爸爸一无所有 反而觉得轻松了 我是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你放心 我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有什么事可以给我发邮件 元业 对不起 怎么了 你怎么了 哭了 你爸爸这是什么意思 天辈 其实我爸这一辈子 真的挺不容易的 我作为他的女儿来说 我每天只知道任性 耍小姐脾气 可我现在 我甚至不知道 该做什么去帮他 天辈 就算我爸是世界上 最坏的大坏蛋 但他始终都是我爸爸 懂吗 我从心上看 他最近好像有所行动 天辈你说 我爸会不会有危险 不会的 爷爷你放心 还有我呢 我会一直照顾你的 这么说 是不是我爸一定会有危险了 你别乱想了行不行 你爸不会有事 真的吗 真的 朕为叶反抗天王的话 天王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 爷爷 我该不该让你知道这些事情呢 郑总 这里应该没有什么人 您找我什么事啊 楠楠 为你帮我去新潮 拿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 文件 什么文件 在我办公室保险箱里面 有一份用牛皮袋装的文件 这是保险箱的密码和这个钥区 你记住 把这个文件拿到之后就送到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你一定要记住 绝对不可以让别人知道 尤其是欧阳过 嗯 知道了 您放心吧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还有 你告诉紫荆 千万不要相信欧阳过 这个时候他不会帮忙 只会落井下石 嗯 喂 喂 爷爷 子歼哥哥 爷爷 我妈妈怎么样了 还是老样子 对了 你今天什么时候过来啊 刚才秀姨还问你呢 我有点急事 要马上回公司一趟 还有 楠楠他也有一点事 那么晚点再过来吧 你帮我照看着点啊 好 你放心吧 我跟秦叔啊 都在这照顾着呢 好吧 谢谢啊 小姐 按赞 杨总 杨总咋 杨总 你是谁 尽管我 韩总 你回来了 嗯 奶奶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写方案 刚好你这里没人 我就擅自利用了一下 找我有什么事 我想请你帮个忙 帮忙 嗯 我想请你帮我在你们微博上 发起一个救助活动 我妈得了白血病 需要稀有血型配对 但是现在找不到 关于你妈妈的事 我觉得很遗憾 可你们新常网络的微博 不是一直都很厉害吗 覆盖面不同 我想知道的人多一些 这样成功的几率也会高一些 是 你要动用我们微风时代的微博可以 让韩子静亲自来求我 也许我会考虑 这不可能 那就不行了 郑叔叔说得对 关键的时刻你不但不会帮忙 反而会落井下石 等一下 郑叔叔 你见过郑伟爷 我见过他 不过我见过他 没见过他又能怎么样 我可以给你一个救秀义的机会 你说 告诉我郑伟爷的藏身之处 我怎么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不救人 欧阳公 你别欺人太甚 什么时候想通了 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 我有的是时间可以等 不过 秀义有没有这个时间 这就难说了 快点快点 去转转 是 怎么了 病人又晕倒了 必须立刻进行抢救 快走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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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 不要再晃来晃去 我的心更烦 明天 我能在床上 你能不能帮助 我能帮助 我能帮助 你脱走了 医生 怎么样啊医生 这次抢救虽然很成功 但是病人的免疫系统能力非常低下 稍有不慎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而且随着病情的恶化 这种现象会越来越频繁 明白 我们现在也在动员所有的力量 去寻找合适的骨髓 我们医院也在积极地联系 大家要抓紧了 要不然即使找到骨髓 到时候病人的体质也未必适合 医生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找到的 好 喂 我是赵楠 我决定了 我跟你交换 好 你把地址和秀逸的求助信息 放回邮箱 我明天给你处理 好的 昨天 嗯 我出去一下 欧总好 请进 请进 楚总 总裁在找欧总 我找遍全公司也没有看见他 打他电话 也不通 你告诉总裁 欧总外出有事 等他回来 直接去总裁办公室 嗯 好的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 暂时不暂时 警察不太多 找了你 等不远远远达 阿里 欧阳 跟上你的辆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咱们 呐 வ员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谁udeo hole caller 转发单 谢谢 你有份的人 指示来 划家 我先录播 他外伯账 谢谢啊 不用谢 喂 赵乃 你骗我 骗你 有必要吗 我按照你给的地址去找 但他走就搬走了 他到底藏哪里了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地址是他亲手给我的 如果不信的话 我给你看 我有他的笔记 笔记 现在什么年代了还笔记 信不信有你了 我这还有他别的东西 我可以拿给你看 他一定会跟我联系的 到时候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哼 我知道的 我都告诉你了 那我要的东西呢 那我也告诉你 见到郑文叶子说 若林 什么时候来的 有事吗 大家都在等你开会 要讨论一下阳光之声的事情 差点忘了时间 五分钟 马上就来 好 我们等你 嗯 会议很顺理 阳光之声的微访谈 马上就可以退出了 是 大家对访谈 抱了很大的希望 欧阳 我今天好想听你提到郑伟业 今天跟一个老同学聊天 提到韩子敬 自然提到郑伟业了 怎么了 没事 随便问问 我好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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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来了 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 好了没有 吃面喽 来 等一下 嗯 为什么吃两个鸡蛋 我只有一个 女孩就应该吃一个鸡蛋 我是男的 所以我能吃两个 等等等等 我要吃两个鸡蛋 乖 我不 我要吃两个 不行 挺颠白 你怎么这样啊 亏我爸还让我跟你在一起呢 我怎么那么亏啊 不 你说你爸同意咱俩在一块了 当然啦 不过我爸同意了 我要考虑一下 不就是个鸡蛋的事吗 咱家以后的鸡蛋 全给你一个人吃 怎么样 我把我这个也给你 来 我要做一个幸福的胖子 嗯 什么 新潮 想合作 我们阳光之声 为什么要选你们 凭心而论 我们这个项目有很多选择 因为我们新潮有最大的诚意 我一直非常看好这个项目 韩总 仅仅诚意是不够的 如果签约 新潮能给我们什么价位 我会拿出最好的推广资源 这不合适吧 韩总 好处都我得了 那你图什么呀 我们一直以来图的 都是双赢 哦 微风公司 和新潮网络的对峙 已趋近白热化 虽然我们和阳光之声前三名签约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最重要的是 怎么运作下去 公司对明天的微访谈 非常重视 希望可以一鸣惊人 大家展示实力的时刻到了 嗯 是啊 我希望大家可以各司其职 谨小慎微 务必把这微访谈运作下去 好不好 继续工作 计划大概就是这样子 孟总你觉得呢 我真没看出来啊 韩总准备这么充分啊 不过我不明白 这么一来 新潮全力支持 又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条件 你能得到什么呀 不知道你觉得新潮网络的微博 这个平台影响力如何 实话实说 新潮微博这次的升级 已经成为业内一段佳话 所以我在想 要是合作能够成功的话 将会是个爆炸性很大的新闻 我想到时候微访谈 会得到公众更大的关注 那这个影响力不会更大吗 而且新潮网络它的知名度 也会大大的提升 原来如此 韩总考虑得很周全 那孟总 我们什么时候签约呢 签约先不着急 我待会去考虑一下吧 孟总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鸡不可施 施不再来 这个 既然孟总有那么多事情要考虑 你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我想我也不会自讨委屈 我先告辞了 等等韩总 太沉不如期了 坐坐坐坐 我们来谈谈合作的细节 你听我的 这些还有这些 好 全都不用管的 好的就这样 还有这个 顶紧一点 欧总 还是联系不上阳光之声的孟总 不要放弃 继续打电话 尽量直接联系前三名 OK 好 大家不要分析 尽管做好自己的事 天塌下来由我扛 干吧 坐起来 你看看这个 请进 请进 对了 咱们今天的主角呢 就在外面 那好 预祝我们合作成功 合作愉快 小谷 我会和你赶紧一个佛 还是联系不上我 欧总 只差十分钟了 还是联系不上孟总 前三名全部关机 这下可怎么办啊 不要放弃 别慌 也许手机没电 也许路上堵车 大家辛苦了半天 不能说放弃就放弃啊 去忙 去忙 去忙啊 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 要不发微博 通知取消活动吧 天哪 你们快来看 他们全部都去星朝网络了 这 怎么回事啊 阳光之声独家做客星朝网络 微访谈正在直播 这是什么玩意儿 他们是什么意思 你别着急 看一下再说 这是星朝微博 好 好啊 我们也提问 让他们解释解释 为什么要放我们鸽子 已经有人提问了 可是目前还没有人回答 总经理 您看 怎么了 这太过分了 你看 这儿 这儿 刚才很多人问 为什么前三名突然改变决定 选择星朝网络进行微访谈 我想这并不突然 而是我们任无可人所做出的决定 经纪公司对一人的隐私横加干涉 不准恋爱 不准父母谈班 甚至连我们微访谈的内容 都要事先背熟 我们不想再受经纪公司横加阻碍 所以选择星朝网络说出这些话 给关心支持我们的人一个交代 怎么会这样 这不是明摆着让我们微风时代难看吗 这可怎么办呢 紫禁在哪儿 你在公司等我 我马上过来 我马上过来 能不能访调 还是你马上过去 你马上過了 你马上过来 你马上过来 你要们已经往下拨了 把你快要回来 来 这一切都是你幕后策划的 对不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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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